把我所有的存款拿出来 然后捐给有需要的人 我不应该 我应该不算是职业吧 让自己 不要太过感性吧 嗨 Jess 嗨 今天我们会问你一些关于在面试中 面试官会问的假设性的面试问题 如果你是应聘者的话 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样去回答呢 嗯哼 第一 如果今天是你活着的最后一天 你会想要做什么 把我所有的存款拿出来 然后捐给有需要的人 还有帮助我的 当然是首先帮助我的家人朋友 然后再捐给有需要的人 第二 如果你被困在一个无人岛 而你只可以随身携带一样东西 那会是什么东西 手机 第三 如果你明天即将要退休 你想要开始一份全新不一样的职业 那会是什么职业 我应该不算是职业吧 如果是明天就可以退休的话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投资者 第四 如果你可以让一样东西永远消失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东西呢 就这个 这个 COVID-19 新方力 你会选择什么东西 第五 如果你可以改变自己其中一个性格 那会是什么性格呢 嗯 其中一个性格的话 那就可能是让自己 不要太过感性吧 第六 如果你在以后的日子 只可以吃一件食物 那会是什么食物呢 意大利面 第七 如果让你现在唱一首歌 那会是什么歌呢 现在让你唱一首歌的话 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的 以上这些呢 就是一些面试当中 可能会被问到的假设性问题 如果你也曾经在面试当中 遇到这些问题的话 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内 跟我们分享 你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 可以帮助到你或你朋友的话呢 别忘了分享以及按赞 我是Jez 下个星期晚上七点钟见